各位大家好 我上一期啊有介紹說如何將這個USB Webcam 連接一個盒子 然後呢 變成一個IPcam 然後在電腦上面的OBS做 YouTube直播 然後達成這個遠端監控的目的 我今天啊不要透過電腦OBS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將這個USB的攝影機 透過這一個 盒子 然後這個盒子連接這個以太網路 直接做這個YouTube直播不要透過電腦呢 答案是可以的 原理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個USB Webcam插到這個盒子之後 然後這個 接以太網路這個以太網路啊就接 到你家裡的路由器 這個就是你家裡的路由器 的以太網路 然後把拉長長的連接到 你的陽台 連接過來這樣子 好最後呢你只要將這個電源插上去 這個電源插上去 好我現在已經將電源插上去了 然後呢你再等待個 30秒 然後你就可以用你的電腦或者是你的手機來觀看 這個 USB攝影機的 網路直播 你打開這個手機來看看 打開YouTube 好你看到喔這個畫面 點進去 好現在的畫面就開始直播了 這個畫面 你看這畫面是不是跟外面這個一樣 一樣吧對不對 就開始直播 各位在做這個DIY這個USB攝影機 連接到這個直播盒子的時候有兩件事情要特別的注意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盒子啊 因為他是UVC進去這個盒子的 那這個UVC的相濃度是非常的重要 就算是同一款硬體的這個盒子 他的不同的韌體都會造成你的UVC的相濃度是不一樣的 也許說 這一版的韌體是可以用然後下一版韌體是不行用的 那通常啊可以用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通常他沒有聲音 只有影像沒有聲音 通常你這樣做直播 你只能看到影像沒有聲音 好這是一個第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限制條件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跟大家討論就是說 我該不是只是把電源插上去 然後就直接在YouTube上面直播 這個這件事情不簡單啊 因為 你要想想看說 你現在YouTube的這個直播界面都改了 以前真的是可以這樣 現在是不行的 你一定想說那不對啊 我只會把YouTube的直播頁面打開來 就像OBS一樣 把它Copy paste 貼到你的OBS上面 不就直播了嗎 對 沒錯 問題是你每一次出門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把這個YouTube的 RTMP 的 金耀的那個界面打開來 那是很麻煩的 還在去貼 Copy貼上去 很麻煩 那 你就必須要克服是說有沒有個方法 可以將 這個 YouTube跟這個 機器做連結 但是呢 不能用剛剛YouTube 直播的RTMP 和金耀的那個 頁面方式 這個第2點要過客服 這樣是非常的不方便 好 那你兩件事克服之後 那你當然就可以直接就插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在遠端的這個 監看你家裡的畫面 那 那 我現在放在外面啦 還有一件事要特別注意就是 我只是個示意啊 因為外面是會下雨的 那你可能要放在室內的地方的玻璃隔住 不然的話你的攝影機會掛掉 因為他畢竟是沒有防水的 好 以上是簡單做個介紹